这么特的天气对待老人家是这种方式吗 这尊重吗 拿了通知单到现场 却没有疫苗可打 长着气的当场大骂 有人是想打打不到 也有人是以疫苗厂牌为优先考量 由于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在某些方面是远超过AZ 所以这会产生一些生死上的影响 但就长期而言的话 我们认为完整的两剂注射才会是关键 一时喊话先别执着品牌 完整接种两剂疫苗才是生成保护力的关键 但摊开数据来看 第三轮疫苗接种意愿登记485万人当中 单选AZ疫苗的只有6万3千人 占比1.3% 反观却有高达309万8千多人 选择莫德纳疫苗占比6成4 另外有169万人则是勾选两者接口 指明要打莫德纳的人不在少数 但国内东扣西扣只剩下26万剂 那是不是也表示月底25%的疫苗覆盖率的目标 就要抬此复中 打一几的 原来在计算方式大概那个涵盖率 有15.9 所以你跟大家报告过以后 大概就改成季次人口比来做报告 那季次人口比的话大概就16.27 那至于说要达到25% 我们认为不会到8月中那么久 也就是说接种人数不变 但换个计算方式 疫苗覆盖率就有所提升 前机关局长苏毅仁直言 全世界没有人这样算 复盖率怎么计算 各界看法不一 最重要的疫苗核实到位 现在也传出好消息 除了日本政台的第三波97万剂AZ之外 国内自购的55万剂AZ疫苗 和35万剂莫德纳疫苗 都将在7月15号抵台 全民提升国内抗疫量能 才有本钱在7月26号全面降级 欢迎新闻江博伟黄佩涵台北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环宇新闻网 以及YouTube环宇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全球新闻报道 并且说的话 并且estyle